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4日 星期二 不經不覺 安心出行就已經陪伴了大家兩年了 市民掃描場所裏面的二維碼這個行為 亦由最初的建議演變成為法例要求 今天呼吸系統科資醫生梁子超就說 安心出行本身的設計並不是用作最終 既然你一直都沒有用 亦實際上沒有發揮過什麼作用 為什麼現在不停了它呢 梁子超在港台節目中說 市民進入一些大型的建築物商場 就算有數安心出行 說真的裡面都因為身處不同的位置 根本就沒辦法知道你有沒有跟患病者接觸過 不過梁子超就說 他現在將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症捆綁運作 他估計現階段都難以在相關處所取消用安心出行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在徐樂堅上週說過 以往會透過安心出行作追蹤個案的追蹤 但現在已經減少追蹤的需要 不過相信這個安心出行就成為了市民的小習慣 大佬你不要管是不是小習慣 那沒必要就停了它 這些沒用的習慣我們做什麼 另外梁子超就說 這個醫生說本剛已經建立了群體免疫 疫情持續放緩 形容目前是盡快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黃金機會 他解釋商業區和假期鬧市人頭湧湧 他說根本質疑究竟怎樣可以做到四人限聚在香港 所以其實四人限聚根本就名存實亡 希望當局取消 他同時也建議食肆也無需在桌與桌之間放隔板 那這個放隔板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反正不弄都弄了 有些食肆都弄了在這裡 隔開你當隔開一個桌桌也沒什麼所謂 但是那四人限聚令真的真的多餘 首先有幾多人真的要做得到 還有香港好啊 我當我是四個一group 四個一group那樣出街 那你和旁邊的group都那麼近 那四人限聚 違背原意的 反而現在有什麼用途 給警察不知道去哪裡掃什麼檔 掃什麼酒吧的時候 這樣就抓你們這些 但是其實根本那條街裡都做不到的 那你很難不令我覺得是好像 警察拿來殺這道菜的一個條例 而港府在上個星期實施0加3入境措施之後 梁子超華底港的頭3天確診人數 只是佔輸入個案的1% 所以相對每日幾千宗的病例風險都其實更低 認為政府可以盡快推行0加0 還有取消底港之後要強制核酸檢測的要求 即是那些頭幾一那些 但是短期內仍然維持在底港的那一刻 即是香港機場底港 那你要做個檢測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太浪費時間 都可以做的 說到這些醫生其實 其實除了梁子超有說 其實昨天何柏良都說過一些一模一樣的說話 這個政府專家何柏良就說 其實實施這個疫苗通行症 安心出行都完成歷史任務可以取消 至於四人限聚令也沒有任何地方繼續實施 認為作為抗疫的措施 根本已經沒有科學根據和沒有必要 這些是政府專家說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些言論都不用政府專家說 普通市民都想到了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邏輯和分析 那既然是政府為什麼做事不爽一點呢 這一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用本台的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